一男站在棋樓只見他一手拿出槍比出瞄準的姿勢 因為他的目標就是娃娃機店 從另一個角度看 只見他一走進棋樓立刻瞄準射擊 之後就快步轉身離開 只是他距離這麼遠 到底要射什麼 好險當時店內沒有其他人 但是機台可就慘了 整個櫥櫃玻璃全碎裂 但是人呢 警犯火爆繞了一圈 發現嫌犯又走回現場 這下你哪都別想跑 只是黑衣男被逮時還一度想狡辯 我那個玻璃稅會要怎樣處理 我剛剛有指給他說 這邊有那個米袋 等一下會去拿米袋 事發在行為是細紙 福德二路上的一間娃娃機店 14號下午的6點半 27歲的離姓嫌犯 從住家下樓之後 就到對街的娃娃機店 連續射擊好幾槍 甚至還向附近的店家借電話 跟場主坦承自己破壞機台 可以幫忙清理以及賠償 這名男子呢 他當時在娃娃機店內操作空氣槍 最後被警方給逮捕 但其實根據附近的鄰居說法 早在當天早上就有人看到 同一名男子拿著空氣槍 在宮廟前閒晃 警方半路逮人 除了他手上提著的兩把槍之外 在家裡還搜到一長一短的槍 受檢測全是空氣槍 另外還搜到14支大麻煙油 被問到犯案動機 他竟然說是為了測試玩具 有沒有故障 理性嫌犯有傷害防害自由 以及恐嚇等前科 這回就為了響視槍 竟然朝店面射擊 儘管打電話向店家自首 還想幫忙打掃 但是該負了責任 別想逃 再吃上恐嚇 以及灰損罪的官司 TVBS新聞網站吳欣燕新北時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